一路在网络上窜红 从2015年开始呢 每当有人在公共交通上为老人让座 他就会给让座人拍一张照片 老人为什么要给让座人拍照呢 详细的情况 我们请周围告诉大家 好的夏蕾 这位老人名叫毛维玉 今年他已经80岁了 过去每当有人给他让座的时候 他只是当面道谢 而有一次他偶然提出 想和让座的人合个影 对方欣然接受了 于是老人就坚持了下来 如今这样的合影 已经有62张了 在记者采访的当天 老人正好去医院买药 在乘坐轻轨时 又遇到了一位 给他让座的热心市民 就是作为咱们中国人 就是一个传统 就是真老爱幼 应该做出就是给他让座 毛婆婆是重庆人 今年80岁了 仔细看看毛婆婆拍摄的 这些人物照片 场景不是公交车上 就是地铁上 这些照片中的人 都是曾经让座给毛婆婆的 普通市民 毛婆婆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 退休医生 退休以后 她常搭乘公共交通出行 给他让座的人也不少 以前她只是当面道谢 直到2015年 她偶然提出和一个 给自己让座的人合影 对方欣然接受 毛婆婆觉得这样的感谢方式不错 于是坚持了下来 如今她已经拍摄了62位 让座的年轻人 在毛婆婆家里还收藏着一叠让座记录 每一篇记录 她都标注了日期 让座人 让座经过 还有感言 毛维玉说 记录这些不为别的 就是心存感激 自己年纪大了 怕忘记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留个纪念 另一方面也想等到合适的时候 通过合适的渠道来表扬他们 每一个人帮我让座的那些年轻人 我都说 你没有这个义务 非得要给老女人让座 但是你现在给我让座了 这是以精神文明的一种行为 应该要继续发扬广大 继续保持下去 一本老人手写的笔记 加上62张普普通通的照片 这样的让座记录 到底记录下了什么呢 我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真的看得让人暖心 不过也有网友说 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 但是如果您仔细想一想的话 老太太的这种举动 恰恰是为了挽救一种 极其宝贵的东西 毛维玉老人通过拍照记录 拉近了自己和让座者之间的距离 这种关系大大超越了 让座本身 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 影响非常广泛的正能量 而近年来啊 像让座之争 站座风波 其实是时有发生的 我们来看看例子 如说2016年的6月份 在武汉543路公交车上 有一位独自上学的10岁小女孩 她正坐在爱心专座上 一位大妈看见她 没有给大妈自己让座 马上就指责这个小女生说 看到老人之后 你居然不知道要让座 没有道德 这是其一 而去年呢 在福州的一辆公交车上 有一位老人 也是因为他身边的学生 没有给自己让座 就直斥这个女生说 连畜生都不如 而近日网友 也是爆料了一段 上海地铁上 一位阿姨霸占了两个座位 被旁边的女子指责之后 她怒怼说 多管闲事 这样一段视频 引发了争议 有网友就直言说 在公共场所 都应该遵守秩序 每个人都应该自律 希望我们的车厢里 能够多一些 我们刚才所说的 让座记录 而少一些让座之争 站座风波 欢迎来话题 特别轻松 近日在福建 漳州和泉州等 请不吝点赞